怎么讲呢 这个鱼头九姓的来历 元朝末年的时候 朱元璋和陈友谅 就是有一次同阳护士战 陈友谅几乎全军覆没了 朱元璋本来是要把陈友谅的部下 全部宰杀 刘伯温说得明心志得天下 那你就把它们流放到西安江 我们这一带 在我们这里形成九个姓的 我们的菜肴 干什么 干什么 等会儿 怎么 我这听得正来劲呢 这就我的了 你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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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就是为什么叫九姓鱼头吗 不需要 你在见德这个地方吃鱼头 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姐姐有故事的 有历史故事 这我来 这我来 讲不清楚历史故事 机会归我 知道吗 肯定这是我来 你这不能这样 你不硬熬啊 不要硬熬啊 元世一代 这个人坏蛋 我故事还没听完 所以就是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 对对对 这九家姓姓氏就留在这儿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我现在去抢棋子啊 这个就是刚才我听说 那个特别有名的 那个干菜鸭 没错 给您介绍一下吧 这道名菜 这首老师老师 其实要走 不是 我在的 什么都是你啊 我在的 那你把那个还我 你把有一刀还给我 拿走拿走 拿走拿走 怎么 这道严州根菜鸭呢 它为什么是名菜之首呢 当年海瑞啊 接到过一道圣旨 说是皇太子呀 乘着船来新安江游览了 就让海瑞组织百姓们 给他拉茜 但是呢海瑞体恤百姓啊 就带着自己的儿子 就到江边去拉茜去了 对 百姓看到了之后呀 就很感恩 给我给我 我把那个鱼头还给你 你把这个还给我 可以可以 你俩抢了这个了 对对对 好吃吗这个 好吃好吃 真的好吃 是这个是这个啊 是这个 邵哥老师 给我拍一张 给他拍